乙肝,一种让人闻之四变的流行性传染病 如今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大陆上 这正应了当年某人说的一句话 50年后,乙肝将在中国被根除 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 而是美国默克公司的总裁 罗伊·瓦格洛斯先生 在他的主导下 乙肝疫苗的生产技术 被以极低的价格送给了中国人民 放在中美关系鸡飞狗跳的现金 这段合作关系便显得更加可贵了 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人提到了我国一名女科学家陶奇敏 陶奇敏在70年代和美国 几乎同时研究出了乙肝疫苗 所以中国人民能够在乙肝疫情中取胜 和他美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简单吗 事实上,关于中国对乙肝疫情的抗击 要说起来也并不比如今的新冠来的简单 其中充满了多番波折 不妨先来看完这个视频 再来对美国当年的人道援助 是否值得感谢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里是知识TNT 其实陶奇敏研发的疫苗 属于纯化灭活疫苗 简单说就是用病毒感染者的血清和血浆为原料 所以它有其他不可抗因素干扰 例如某位乙肝病毒患者 患有其他传染性疾病 用其原料制作的疫苗 注射在其他患者上 就可能使该患者患上其他疾病 而美国默克公司的转基因疫苗 相比之下具备工业化生产能力 能分离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 将其植入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 合成抗原 更不容易出风险 另外 我国当时由于技术限制 疫苗制作困难 而且这种疫苗价格高 当时一只乙肝疫苗价格为80元人民币 而当时普通人的工资 每个月也就30元左右 因此 尽管我国已经掌握乙肝病毒的治疗方式 但由于这些原因 国内乙肝病毒的患者依旧只增不减 疫苗关乎着的是老百姓的命 所以自然是哪种安全性更高 我们就要争取哪种 于是我国和美国的默克公司 开始进行漫长的谈判 1987年 美国默克公司 在是否要卖给中国乙肝疫苗的生产权上 有诸多担心的地方 比如说 如果我们会将疫苗撕销 导致研发者出现严重的经济损失 他们就无法回本了 而且 由并非是生产国的中国来销售 技术力量能否百分百保障产品质量 会影响的是美国公司的信誉 也会干扰美国在世界市场的开拓 虽然顶着这两大压力 但默克公司最终还是以700万美元 成交了这项交易 甚至倒贴费用 让我国新生儿 免受乙肝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 看到这里 似乎结论已经出来了 帮了我们的人就该感谢 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理所当然 但是事情还没完 因为有的人质疑 默克公司这样做 是为了在中国打开市场 这是一个利益行为 所以认为咱们还是不该感谢美国公司 属于是公平交易 互不相欠了 然而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要知道当时美国的 乙肝疫苗技术安全性能高 成本低 所以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 想要与美国协商 引进疫苗技术 美国乙肝疫苗得到上市价格是100美元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 售卖给中国 结果恐怕也是不堪承受重负 默克公司是否是想大赚一笔呢 那当然也是有这个目的的 毕竟通过在中国建厂生产乙肝疫苗 就能够来降低成本和价格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与国际接轨的转型过程中 医药技术水准也落后 所以政府坚持转让技术 谈判曾经一度因双方期望值差距太大 而无法达成协议 但最终 默克公司把目光投向了未来 在大众健康和公司利润不能两全的情况下 选择了妥协 1989年 时任默克公司CEO的罗伊·瓦格洛斯先生说服董事会 最终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 并对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提供指导和培训 可能大家会觉得700万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也挺高的了 事实上 在签署合同中 默克公司承诺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 也不在中国出售自家生产的乙肝疫苗 而且他们还派遣了美国的默克公司员工来中国 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同时提供了许多设备的资助 这些援助项目所代表的医疗价值 已经远远超出技术转让价格了 33年前提到美国默克公司亏本卖给中国的乙肝疫苗 当时时任总裁的罗伊·瓦格洛斯先生留下了一句话 50年后 乙肝将在中国被耕除 事实上 到了我们这一辈 可以发现乙肝这种疾病的确是在中国销声匿迹了 有数据统计 从1993年到2018年 全中国至少5亿新生儿 接种了技术来源于默克公司的乙肝疫苗 另外我国最好的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技术力量雄厚 医疗科研教学等方面均有相当的水平 但其前身却是由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用其基金会组建的中华医学基金会 购买了欧美教会学校开办的协和医学堂 将其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并斥巨资购买了育王府作为地址 所花费用由预算的150万美元增加到了最终的750万美元 为提高教学水平 一大批美国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带来先进的设备 实行严格的逐级淘汰制 培养出了如林巧智 吴杰平 朱福棠等一批顶尖名义 到1921年 该基金会又陆续在协和医学院 投入了超过1000万美金 令其一时成为了整个亚洲医学水平最高 教学质量最高的综合类医学机构 除此之外 我国医学界四大王牌 北协和 南乡雅 东奇鲁 西华西 其实都有美国的身影 湘雅医院的前身 是由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或医学博士学位的 湖美在长沙创办的一所 新型的医科大学 雅里学院 奇鲁医院 原是由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创办的 斯利奇鲁大学所属的一个医院 华西医院是美加英等国基督教会 在成都创建的人际存人医院 人际女医院 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 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的 但是如今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 世界多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 输送医疗物资 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中国抗击疫情 当中国逐渐好转 我国组织捐助抗疫物资 派遣医护人员 分享抗疫经验 为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积极做出努力和贡献 而美国却第一个 从中国撤出使领馆人员 对中国公民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不断制造散布惶恐 甚至动起疫情 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想法 现在的美国 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开始显性化 对亚裔人的歧视 双方陷入僵局 美国的人道主义也成了噱头 如果美国的人道主义 还如上个世纪那样纯粹 那就不会有 单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911事件的遇难人数 也不会有少数族裔 得不到平等的医疗待遇 面临巨额医疗账单的压榨 病死率和治愈率 与白人群体形成反差 现在美国宣扬的平等宽容 也成了一纸空文 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其实就是一场美国的人道主义灾难 如果美国执意一错再错 将其继续扭曲化发展 只会断送美国的未来 只有丢弃霸权思维 互利共赢 使各国人民都能真正享有 各项基本人权 世界便会一直呈现和平景象 支持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